这个地方跟这边输出的结果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边总共有几个学生呢 总共有八个学生 但是这边有几个学生 二、四、六、七个学生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会七个 少一个为什么少一个 明明读进来应该会有八个 怎么少一个呢 我有讲过嘛 就是说在字典里面 它是一个key value key的话意思就是不允许重复 它一定是unique的 就是唯一的 所以假如说你这边低小语 这边又有一个低小语 即便是同样名字 它也不允许 所以它不管 反正你key重复了 我就不允许你写进去 但是它也不会告诉你 像如果你database 你insert into 假如重复了 它会警告你一下 和你输入了 你写进了一个 不是unique的这个资料 它会警告 但是这边完全不会给你任何的 有没有 所以你写可以进去 但是重复怎么办 它不会提示你 它变成你要自己知道 OK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只要是大瓜糊的 就是字典它不允许有重复 但是如果你用串列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串列它不会管有没有重复 反正你有重复 它一样还是写进去 OK 所以差别在这里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这边其实还蛮好用 就是比如说你将来 要找出有重复的资料 就是找出没有重复资料 那你可以写到串列里面 写进去之后 只要有重复的通通都不见 就是第一次写进去的可以 第二次写进去的都不行 移除重复 有点像的 ECL里面有移除重复功能 也是可以类似这样 这样的 特别是 字典部分的话 大瓜 其实另外 在那个什么 在 Python里面 除了说字典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形态 是 大瓜糊 叫set S-E-T set 这个set 其实 跟字典最大不一样 字典是放 key value 两个东西 但是set 是放一个东西 它跟那个串列还蛮像的 跟串列不一样的地方是 串列放进去 可以允许重复 但是set 不允许重复 OK 所以如果以后 你将来希望 放个资料 不能重复的话 那记得用set就好了 至于怎么用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你可以写个什么 那个 乐透 模拟乐透才开讲程式 然后如果模拟 因为你 random出来的 可能会有重复的数字 那如果你不需要它重复的话 你就random完 然后放到set里面 那如果set之后的话 它的总长度减少 那怎么办 你就重新再random 因为表示是有重复的 那最后出来的 就是不会重复了 所以如果你以后 遇到那种会重复的啦 可能要注意 要不追踪字典 要不追踪set OK 大概这个概念 才会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除了要输出上面的东西之外 我一样希望输出什么 下面的资料 那下面资料之前 我们在做那个串列的时候 有练习过啦 所以我大概简单快速的带一下 怎么做 等于是分成两阶段 上面已经做好了 下面呢 要再把它输出 那怎么做 其实刚刚同学问过 要不呢 我们就产生 就是放到字典之后 再把它切成 A 就是A一样放字典 BCD就放国文 英文 数学 就是四个 还是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顶多是说 就先放字典 然后再分开来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放三个字典 DICT 一二三 然后面的话呢 一样等于什么 大瓜五一格 两个三个 三个字典 一个字典是放姓名国文 姓名英文 姓名数学 到底哪一个简单 其实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两种写法 我都有放云端上面 请自行比较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方法 就是这些有讲过类似的 那首先的话 我们就先产生 ABCD ABCD 四个栏位 然后一样的方法 就是我读进来 那分别怎么样 把那个List of Key的部分 放在A 那把List of Value 放在Score 那可是问题 List of Value里面有三个东西 国文 英文 数学中心加豆点 所以变成Score里面 还在什么 还在切 那怎么切呢 基本上就是什么 把它用那个 这个Score 一个一个的把资料 要带出来 带出来做什么呢 把它做Score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先 假设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我先把这个 Print出来 你就会看一下 比如说把那个Score Print Print这个Score 推歌之后 丢到一个List of Value里面去 然后呢 其实第一个成绩就0 0就是放在B里面 这个就放在C里面 这个就放D里面 用Append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 我把底下这个 这个注解一下 OK 这样子 把这个Score的东西 把它怎么样 把它逐一的 就是类似这样 就是这个Score里面 基本上就是这一串东西 那我要逐一个把它取出来 所以把第一个 放在Value里面 这个Value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要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Score 用逗点切开 然后放到哪里呢 放到List的2里面 所以List的2里面 List的2里面 012 就这个 把第0个 放在B里面 其实这个国文成绩 这个英文成绩 这个数学类 分别放进去 因为它是一个 自串 经过Score之后 它还是自串 所以怎么办 要转型 有没有 前面R&T R&T R&T 所以分别呢 有没有 一个一个的帮我切开 丢进去 应该可以看得懂 这个之前好像有做过类似的 然后最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ABCD ABCD四栏 所以我可以用ABCD四栏做什么 做最后的Print 有没有 那怎么Print 国文的话 它的最高分 我取到平均 也就是把B栏上 然后呢 平均的话就是 就是加总之后 除以它有几个人 所以用L1 这应该没问题 前面讲过 然后如果要最高分 就Max 那最高分是谁 在A栏 所以基本上就是 这个也应该有讲过吧 只是说 熟不熟而已 就是什么 去找到B栏 里面 找 找就Index 找找看呢 哪一个 它最高分 在哪一个 索引值的位置 OK 所以把这个找一下 那回来之后 如果我再去相同位置里面 找A栏的同样索引值的位置 OK 所以这边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就找到国文最高分是谁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啊 这既然讲过啊 就是说这个要熟 恐怕要花点时间 我讲过两种写法 一种是那种用逻辑判断的 一种就用这一招 但这一招 我是怕有一些同学 看着人家写很简单 但是自己写一遍 怎么完全不同 OK 不过 这个真的要感觉啦 而且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这不是用背的 OK 其实你理解之后 你就写得出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不过这个就是 好像很简单 但是又好像不简单 如果你实在做不出来错了 请你再把影片再看过好了 反正你看多看几遍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一直repeat 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啦 OK 所以讲过了 你就自己在看影片 自己在用影片YouTube repeat YouTube里面repeat几次都没有关系 100次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不是我repeat的 是电脑在repeat的 但是如果你上课 一直问说 老师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再重讲一遍 这地方可不可以再重讲一遍 我看我讲了两遍三遍 我都觉得不耐烦了 对不对 OK 所以有些讲过的 请自己再参考前面的东西 好 这个是三个 四个串列 如果要三个字典怎么做 做法差不多 因为要三个字典 那三个字典变成说 DICT1它有key key的话一定是姓名那一栏 然后2的话也是姓名 所以它的key都一样 只有value不一样 那我的做法是什么 就把那个第一个的放在a 不过这边其实还是 最后归结还是需要的吗 还是需要把它分开来 分成abcd 然后分别把那个里面的e 所以1里面的话只有a 就是不管你是抓2抓3的key 都是a 然后b的话就是 我在list1里面的value c的话就list2里面的value 一直类推 3的话就数学 放在c里面 后面其实程式都一样 OK 所以细节部分 我有把那个我做好的程式放在云端上面给各位参考 你们可以参考那个第5个单元里面 应该可以这个是刚刚这一段 这个应该在第41页 那另外我有改成三个字典这边 在42页 其实看起来好像三个字典的程式会少一点点 OK 不过说真的如果你将来希望程式最短 可能还是用那个pandas可能会最简单 因为pandas直接接过来 管它几个那个栏位 它就全部就是一个变数就把它带过了 不过这个也许我慢慢再来看 目前比较简单一点点 再来的话呢 在那个变化体之前有个month ci 有没有 有那个哪个月份是几月 其实这一题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就是用字典来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用字典来做的话 顾名是一码字典 dictionary 字典就是什么中翻音音翻中对不对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写一个那种什么 全名音简的那个这种练习的或者乱数抽题 然后乱数让它答题的话 那其实用这个字典形态是最ok的 那其他的话这部分请各位自己再练习过吧 待会呢我们就要进到那个资料库部分 ok 那在这个资料库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资料库在任何程式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如果你学任何程式语言 你没有学到资料库的串名 那其实等于是没有学了 ok 所以很多人学了半天程式语言 最后没有把程式语言如何跟资料库连接这一段学好 那你等于学成试干嘛 你资料库会没办法储存 对不对 你能存到档案吗也可以 所以它档案没有太大意义吧 ok 因为它是一个无序的 你如果要有结构性的 而且将来存得进去要能够查得出来 而且速度要够快 看来看去好像还是资料库 ok 而且资料库不管任何语言都相通的 就是你用哪一种语言你写Java 你写手机的APP 你都可以用SQLite 你写网页也可以用SQLite 因为SQLite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的 而且是一个自由软体的资料库 所以不管像之前写APP也是手机APP 我们也是用这个来当后面的一个档案型 单机用的资料库 那你写网页也是可以 你用网页用前端的资料 比如你前端程度 你也可以写到SQLite资料库里面 它的写法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资料库的结构也没什么太大差别 使用起来效率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待会我们会讲 如何把那个python再延伸到资料库 那当然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会把最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讲 就是你将来在程式里面 会用到的那部分 最最重要的 基本上大概你要学的大概会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如何建立或连结资料库 OK 反正你要连资料库 第二个的话如何产生资料表 因为你要放资料 然后再来资料表里面有哪些栏位 因为你要有栏位 就跟Excel 要A栏 B栏 A栏 B栏 那你要给一个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 资料库资料表建立了吗 再来就是学会把资料新增放到里面去 再来查询再把资料撈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的资料删除 有问题的资料修改 大概这几个就足够大部分的应用 OK 所以最重要的 所以我看到资料库资料表 OK 前制作业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说如何针对这个资料库 做资料的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大概其实就够了 大概就够了 我想如果你不是做非常复杂的应用 那就足够使用了 如果以后 你们要比如说产生报表 或产生图表的话 那就是再把资料 从Database里面撈出来就OK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那个视觉化报表 如果没有资料库 那你资料放哪里 那怎么捞 如果没有资料库 好像这个什么事情都没办到 OK 目前资料库应该是 使用起来最普遍的 但是这个资料库SQLite 有一个问题 它是单机版 单机型 就是它是档案型 就是在你自己这一台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要跟别人分享资料 那你可能需要用到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server型的资料库 server型就是说你可能要架在某一台 这个所有网路内部的其中一台电脑 然后呢 如果人家连接就给它一个账号密码 好会有权限问题 才可以连接 所以你要知道那一台电脑 那一台server Database它的IP位置 它的账号密码 你才有办法连线到那边去做存取 OK 那这个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阶段 OK 那未来如果你要连到云端的话 你可以用Filebase嘛 对不对 手机也可以 网路也可以 什么装置 IoT也可以连 OK 当然我觉得阶段性啦 不过我们一下也不要跳太远 我们就逐一逐一的 这概念很多是类似的啦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我刚刚讲的这个练习完 再来待会我们来看这个Seekerline资料库 那会给各位就是至少了解最重要的这些 资料库的建立跟使用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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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